比特币大暴涨直接是突破3万美金这个高度 那你在这波行情当中获利有多少呢 那我们在会员选里面 在下方的一个28,000美金的位置 是做了一笔比特币的多头 直接是在这个位置直接盈利了 之前的话 前两天我们在这个26,800美金 做到一笔到一个28,000美金的位置 然后又在这个位置又做了一笔多头 直接是拿到一个29,500美金的水平 那这段时间这两天的话 我们总共是拿上了10%左右的一个利用空间了 是吧 做合约 那非常的迅猛 那昨天我在我的视频里面 也多次去明确去指导了这一波 昨天画的线还在这里是吧 回踩这位置反弹一步 去穿吃到上方的位置 突破这个28,300美金 即将有一波暴涨 是上行到一个29,500美金的水平 那事实上它比这个29,500美金还要高这个水平 直接是突破到3万美金的水平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价格的移动呢 就是因为这个比特币现货ETF的一个通过 有人放出这个消息 放出这个消息之后 不到两三分钟的时间 然后又有人说是假消息 到时候 当时的话情况非常混乱 每个币圈群里面都非常发那种 假消息或者是真消息在里面发了 几十个人在里面发 非常的疯狂啊 最后啊 确定是个假消息 然后价格从上方那个3万多美金 跌到一个27,000多美金的位置 来回这一波 总共有一个差距差不多2000点的一个水平啊 随后我们在这个28,000美金又做了一笔比特币 独逃 目前的话仍旧是在盈利当中啊 我们的会员群里面 那大家可以看到 上个视频我说过 它可能会走一个双顶的一个形态 那之前的话 是多次去走这种啊 非常典型这种信号啊 之前我也多次去强调啊 它可能会走这种 这种非常典型 去再去创一个新高的一个水平 然后再经营回调啊 那现在是否它出现背离 目前的话还没有出现背离啊 等它出现背离之后啊 再说啊 那目前的话 它突破之后 并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一个 跌到下方的27,000多美金 如果跌到27,000多美金的话 意味着像之前这种行情一样啊 那现在没有跌破的话 它有可能会继续的进行反弹啊 继续进行反弹 但是它的反弹力度啊 可能会有限啊 那之前的话 在零头上方的话 出现这种啊 回调啊 多次去测试的话 也是出现了不错的一个啊 调整啊 但是后市的话又出现了啊 大价格范围的一个上涨啊 是吧 如果你在这个上方这个 上方的美金跌个10%到20%多的水平 跌20%也是跌得非常深的 从上方的位置 所以我认为的话啊 比特币还有一波的一个行情啊 继续向上涨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的话 你看啊 昨天要是你是庄家的话是吧 你拉上去之后啊 把空头都罢完了是吧 很多人啊 在上方的位置啊 想要去继续去做空啊 想去继续做空啊 然后他们获利了是吧 那 你想要这个空头继续爆仓的话 你唯一的办法 继续向上拉啊 而且的话现在这种走势啊 还在一个上涨离别的通道当中是吧 只是说这个位置 被打上来收敛了是吧 收敛了这个价格啊 没有突破上方更高的位置而已 那目前的话啊 能也还是看一个在这个位置震荡啊 震荡几天之后啊 他可能会在这个位置进行啊 大的一个价格移动啊 大的价格继续向上看涨了是吧 在这个测试几天之后啊 这样水平啊 来回在这个位置测试 那么测试个几天以后啊 那他可能会再一次的一个 向上去走出来啊 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高度啊 不过一个去测试上方这一片的一个套套盘啊 这片其实之前的话 已经测试过一波啊 那就在昨天这一步冲高 看去上上面的一个抛压 基本上抛了有一部分啊 然后现在的话 他回踩之后啊 继续去测试上方的一个高位啊 所以要想在这个市场当中获利的话 非常容易是吧 你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那昨天的话我也看到 有一个会员的话就在两三分钟之内赚了5万美金啊 就在两三分钟啊 就做了一笔多头啊赚了5万美金啊 就两分钟啊 然后就收手了是吧 所以说我们做行情的时候一定要去抓住这种啊 非常啊 好容易去操作的行情啊 一旦出现这种行情的话 瞬间啊 我记得昨天我开单的时候马上进场在2万8 限价 不到两分钟啊 马上到29500美金了 我以为 我的眼睛出问题了啊 谁知道啊 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去突破到上方的一个3万美金啊 那确实这一波的话有很多的一个冲刺啊 是吧 而且 然后徐明星就说啊 在推特上面说 是吧 这种虽然是假消息 但是的话我坚定的去看好比特币市场 还有这个贝莱德的CEO也在推特上面说 越来越多机构想要去拥有比特币而进入这个市场啊 那之前赵长彭也说过啊 是吧 比特币减半后一年啊 比特币会达到历史新高的一个水平啊 孙宇晨还在蒙在鼓里呢 昨天他发推文 比特币现货ETF通过他在打了一个问号啊 那确实是他是最后 才知道的 是吧 非常疯狂这一波的行情啊 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是在这个位置看一波震荡之后啊 再继续进行反弹 拿到上方啊测试之前的一个 2万9千美金这个水平啊 那近期的话要去重点去关注 我们看一下以太坊昨天他发生的是吧 以太坊的话也是发生了一个 从事啊 从下方的一个非常低的位置是进行上涨 那之前我也是画出来是吧 前几天画出来啊 这两天没有去讲解啊 那果然是他去测试上方这个黄色的线啊 也就是这个 1660附近啊 那测试到昨天的话 这一波的话直接是冲高到这个1640附近啊 然后再进行一个调整 目前的话是在一个1590附近啊 虽然mcd的话在下方的话 已经穿这个铃轴 一直穿在铃轴之下 旁边虽然是比比的比弱啊 但是的话他整体的旁边的话 还是跟随比的比进行联动啊 依旧是跟随他的一个走动啊 因为最近的话这个以太坊 大家也可以看到他的一个抛压也非常严重啊 大家也有目共睹啊 而且昨天的话我也看到了非常多的一个单子是爆仓的 可以看到一些爆仓数据啊 非常非常明显啊 整体的一个数据啊 大家都可以看到 爆仓的一个价格是非常多了 我们来看一下清算啊 清算的位置 你看 那现在的话已经突破到上方的位置啊 那现在清算的位置是在这个比较强的是在一个27500美金的水平 更强的一个位置是在这个比较低26600美金水平啊 上方的话几乎是没有太多的一个清算了是吧 向上涨啊是吧 因为的话在往上涨的话几乎是没有压力的现在 因为昨天的话已经清算了一波 在往上涨的话是非常容易上涨的 只是要去震荡去消化一下上方的套导盘啊 他就可以去向上充斥更多 所以只客留给我们的方法的话 是吧 你懂的都懂啊是吧 要去坚定去持有比特币啊 不要去因为他的一个短时间的回调啊而放弃啊是吧 如果比特币的现货ETF通过的话即将会开启一波更大的一个牛市啊 你看一天他可能会涨个百分之十十啊百分之五十的一个上涨 反正我是见过比特币这种上涨了 在一天之内涨个百分之二三十涨个百分之四十左右啊 在二十小时之内啊都是见见得多了 所以这种行情的话大家要去重点去关注啊 即便他现在在这位置持续在震荡啊 但是你要去坚信啊这波行情很快会出现了 好我们今天内容的话先分享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拜拜